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 今晚我们的讲题就是 意识的力量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 人的想法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事物 或者整个所讲的心想事成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大家相信世界有名的心理学家 Sigmund Freud 他一直都说我们是有很多潜意识是主导 或者是暗暗中是控制我们的行为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都有机会都知道 原来Floid的那套学说 其实在商业上是应用了很多的 Floid有一个侄子叫做Edward Barnet 他就将Floid的潜意识这个概念 是应用在我们所谓的公关那方面 Edward Barnet 都被认为是公关之父的 原来我们很多的广告 很多群众得到的资讯 其实背后是已经有利用这种潜意识 来到某程度上控制我们的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些 不是只讲潜意识 不是说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背后想的 可能以前的经验 是一种隐蔽的意念 其实我今天想讲的是一个 是意识的力量 就是我们自己想到的 我们想的那些东西 其实都很影响我们的 近年有几本这方面的资料 其实比较出名一些 就有一本书叫The Field F-R-E-L-D by Lane McTaggart 在那本书是我接触这方面的第一本书 是有很多科学方面的证据 的实现是证实 原来我们的心想事成 这件事是很真的 我们的意念那方面 其实所发出来的力量 是远比我们一般人想象 厉害很多的 那我最近有一个 都几年前有一个病人介绍我看的那一本DVD 是讲的 名字叫What the Bleep Down the Rabbit Hole 那是讲那个quantum physics 里面是解释 我们那个意识那方面的 的现象的 那么 近华坊间 我相信大家都有 中文翻译本都有的 就是那本书叫The Secret DVD 那其实说来说 就是我们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其实中国人一直都有讲的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看一本书 The Diamond Cutter 其实都是讲这类的情况 好了 那我今晚有请了两位嘉宾 那这两位嘉宾 那这两位嘉宾 就不是心理学家的 也都不是有在这方面的潜意识的人士 只不过他们在这方面 一直都追随了很久 研究了很久 那第一位Alice Alice Chan 那我们上一次都跟我们讲解一下 关于那个标签法那方面 Alice是一位香港的标签法的 知识产权的律师 那另外一位Violet Lee Violet 她本来是一个财经界的人 那她也有很多地产的投资 那她在美国可以说居住了成二十年 那她其中她的背景 就是曾经在Harvar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是上过一个advanced management program 那这个program 其实香港很多高官都上去的 我认为我有个表弟 那她是医管局里面的高层的人士 那有时候政府又派她去 不知三个月六个月 intensive course 上了这个advanced management program 那但是为什么Violet 会开始对那个意识这方面的研究呢 就原来她一九九五年 曾经在西藏的 遇到西藏的佛教 一位老师 那由那次的经验 开始她引发她在这方面的兴趣 所以她一直在她的空限的时间 她一直研究了这方面 那我就想和大家 是 她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的意识方面 力量到底是有多大呢 各位观众你们好 我是Alice 那我本身是一个律师 但是其实我是因为 以前读了心理学 还有在2005年有一些 spiritual experiences 那是导致我和Violet 就大家搞了一个conference 叫做about consciousness conference 也是得到理工大学 和香港旅游协会支持的 那全个名叫做 Asia Consciousness Festival 将会在6月5日至21日 在香港分别在朗豪方酒店 和理工大学举行的 你好我是Violet Lee 我对于这边研究了很久 是我自己喜欢打坐 做瑜伽 也有很多不同的 spiritual teacher 那这次我们大家合作搞 这个Asia Consciousness Conference 有这样的目的 就是我们想是 给多些人 认知到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mind 我们的意识 可以这样讲 但我们的意识 是包含潜意识 unconscious mind subconscious mind 我们可以利用到我们的潜能 我们的意识的潜能 我们的potential mind potential 令到我们可以更加健康 更加开心 就是一个比较很明显的益处 同时有些人追随这个spiritual path的人 亦都可以得到这个spiritual awakening 其实各位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好像很虚无缥缈 其实我们身边 你会发觉 无论是我们的脑 一个心理学 或者我们周围的广告 或者是我们的创意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知识产权律师 所有 譬如发明家 譬如有创意的人 譬如画家 做filmmaker 就算你写个故事 有些人是绵绵不绝的创意 其实很多东西 究竟是我们的意识 还是潜意识 出来的呢 还有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说 我们怎样用我们的意识去帮我们身体健康 我想袁医生都会很赞同 其实有很多人是会不弱如雨的 譬如有些新药如果他要推出 看看他的成效行不行呢 那就会在医院那里分开两组人 一组人就是真的给那只新药去试的 另一组就是其实是骗他的 那就是对照了 就是没有药给他试的 那接着他们大家都不知道的 那就试一下究竟这只药是有没有效呢 还是那些人心理因素而觉得 就算没有药吃都会有效呢 那我们那个医学上或者心理学上 就叫做这种 placebo effect 就是你根本没有吃药 但是都会不弱如雨的 为什么呢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呢 其实很多科学家都解释了 原来我们的mind 我们的意识呢 是会影响到制造 转了我们的DNA 和里面的cell的activities 而令到我们身体健康的 那因为过去呢 就是在临床上 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那实际上在他试验的药物里面 发现一般的药 起码有百分之三十 是因为安慰效应 就是心理效应 就是服药的人 其实可能他不需要服药的 但是他都发现 会有三十百分之的人 是觉得好些的 甚至乎在手术方面都会是这样 其中有一个研究 就是有些人是膝头哥受的伤 那他就要帮他进入去维修一下 那他有了批病人呢 他就帮他开了之后呢 但他里面没有帮他去修补的 他就帮他盖回 那发现呢 做过这样的假的动作 就是帮他开过 但没有进去真正做维修的手术呢 那些病人都自动好回 那有些人会说 这个可能是人的心理关系 那大家都认同 这件事是 其实呢 发生的情况 是远比我们想象之多的 那但他发现呢 原来呢 动物都一样的 他曾经和狗都做了 做这些这样的实验 那将狗呢 就开刀这样 那帮他拖开它 接着又收回它之后呢 那只狗都很烦 那所以呢 这种这样的力量 就是我们 什么力量呢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这儿 研究了很多年 那我刚才想介绍那本书 The Feel 为什么我会说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是我认识 就是有关这方面呢 是真真正正的 是讲科学方面的实验的 那其中书呢 就提及呢 就 我们所认识的 有一个美国很出名的太空人 好像Armstrong 我不太记得 那么他呢 他呢 就跟他 他在太空上去月球的时候呢 他就跟他地球的另外一位科学家朋友呢 有一个协定的 就叫他的朋友呢 就是用一个意念呢 是放一些信息给他的 那他看一下他呢 在月球那里收不收到的 他结果呢 他是收到的 那所以这本书是讲很多很多很多 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用手呢 譬如有些人呢 拿个手呢 是在个人的身上 是扫一下他 那样 那已经有些 有些很明显的治疗的功效出现的 那所以呢 这个现象呢 其实就近年来呢 是很多很多很多 科学家呢 是不断地来到探讨 那最终最终呢 那个What the flip 那个DVD里面呢 大部分都是那些 物理学家来的 是高级的物理学家来的 那他说呢 就是这些现象呢 我们不可以用一个化学的 生理的层面去解释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 能量的层面去解释 那所以说呢 这种的医疗呢 有些人呢 叫做能量医疗 叫做quantum healing 那样 或者我又叫做灵性 也好 那但呢 原来呢 背后这个的意念啊 灵性啊 心识啊 佛教所说的心识呢 其实呢 是完全是有科学的基础的 就是这些东西不是这样 无中生有的 只不过我们过去 我们那个唯物观的科学呢 是没有好好地去探讨 我亦都说呢 没有好的工具呢 是被我们能够测量得到的 但是实际上呢 是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实现呢 是已经证实的 就是我们是 我们的人的生物 是有这种这样的意识的 或者是前意识 或者是真意念的力量的 那我最近呢 那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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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非常之好的 在这个那么传统的 香港人社会呢 很多人呢 就觉得这些东西呢 是一个迷信啊 很神怪啊 一类东西 好像说神医啊 哈哈哈 就是说得不好听 就是无医啊 那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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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呢 就已经是讲及到我们的潜能 我们的mind potential 是可以做到 他们已经很久以前 觉得这件事 是没有根据的东西 那例如呢 就好像在那个 这一个 Living Matrix那边 那里 一个太空人 很出名的太空人 那他呢 就是 这个 Founder of Iron Institute of Neuristic Science 那他有一个 柳 那里 像神那里 那个神那里 有一个 柳种 那他呢 就请了个 energy Healer 叫做adom Adam是在溫哥華的 他已經讀完醫學 他從小開始已經有這個可以用能量去遠距去醫治人 他在片集中解釋 他其實是在他的Mind 他在Vancouver Adam在Vancouver 他就project一個Hologram的Image 然後就是那個太空人的Image在他前面 然後他用他的Mind 怎樣可以看到太空人的樓的狀況 全部是一些Information 是資料 在他的磁場上的資料 比如說有些黑了色 有些不同的色 他全部的資料 他把它清除了 用他的意識 Mind來清除了他 那他的太空人Ager就在沙羅里達州 Florida 那他的Healer Adam就在Vancouver 那他怎樣可以完全沒有接觸 還要隔了一個東邊一個西邊 一個東北邊一個西南邊 是在美國 是最遠距離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很神怪 也不是神怪 其實我們一向打長途電話 為何電視機可以收到一些頻道 譬如有幾十個頻道 只要你調整個台 那個frequency對對 你就可以收到那個頻道 其實我們空中已經有個Feel 可以給不同的Vibration Frequency 一切 直接收到它 是存在的 為何我們可以用Mind來Heal到 那麼遠完全沒有接觸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的Mind是超越了這個時空的限制 所以不可以說 譬如醫生 我一定要看到你怎樣診症 這個很神怪 如果Mind 就是Energy Healing 他在佛羅里達州 我在溫哥華 根本是沒有可能的時候 為何有可能 就是因為我們局限了我們現在 我們的思維就是在這個時空的限制 其實很簡單 我們現在不是有Bluetooth 我們為何不用駁線 就可以將東西下載到電腦 或者是手機 其實就是那個frequency 對對了 那些東西 Information 就可以在這個frequency 這個Wave Flame 傳送去另外一處 連一幅相 或者一個MP3的File 都可以這樣傳送 那大家對於這些新科技 就以為是新科技 其實這個東西 就有了很久 舉個例子 譬如以前耶穌 聖水 用手去治療人 去治療他的信徒 那大家就以為他是一個神跡 其實很多人 原來在耶穌之前 那些埃及人 那些high priest 都是這樣醫人 他是用那個念力 去transmit 一些information 去醫人 就算我想西藏 Tibetan Buddhism 都有這樣的master 是嗎 當然 當然 其實這件事 在一些古代的文明社會 譬如中國 埃及 印度 或者拉丁美洲 那個印家 他們根本 在沒有西方醫學之前 就是用過意識去治療人 那時候當然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現在科學家 就已經發現 根本我們有個feel 就是好像我們 為什麼我們可以打到電話 為什麼可以收到收音機 電視機 為什麼現在可以用了bluetooth 什麼都不用 可以輸送一些信息 去第二個地方 都是同一個解釋 即是我們的人 那個 或者一個腦袋也好 其實我們是有 這種這樣的 一個信息的缺帝 就是超時空可以放出去 那這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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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他應該退休了 他自己也是一位 一位博士 他自己在那個 電影裡面 他親身 示範 說他的病 是怎樣 一路醫好的 其實在 電影裡面 有其他 醫療的 那個 那個現象 看到 其中一個 是一個 細蚊仔 是吧 那個是怎樣的情況 那個細蚊仔 好像是 不能跑 希臘的細蚊仔 那是 有個希臘的細蚊仔 他一出生 可能可能你的腦子 會有些問題 令到他 那一隻腳 是兩個腳跟 是踩不到在地上 即他走 就是他走 又隔隔下 他叫也不舒服 還有一隻手 是不能跟他 所以他從小到大 但不可以抱着人,她的手是拐住了 她的妈妈就很担心 她的妈妈就什么都要试 因为西医就说这些东西是医不了的 因为如果西医纯粹是当一个人是一个机械人 她没有说什么的感觉和频率 她当是一个机械人 她硬强弄开她的手或者叫她的脚 居然这个妈妈就想试一试 遇到一个世界上有名的Energy Healer 叫做Eric Pearl 她本身也是一个医生 是一个脊医 做了12年之后 突然之间发觉 病人就说 为什么你的手 也不用摸摸它 就会觉得好很多 她就试试帮希腊的小孩儿医 其实我们中国人不是很信气功的吗 是的 那些武俠片也是外公的 这个西医是在LA住的 他们也有一个理论就是 他们是用外气 就帮这个小孩儿医 就把那个小孩儿 可能外面有个Energy Grid 就是好像有个气的网络 通过之后 那个小孩儿居然是在4分钟之内 就能走得和手可以摊开 所以她妈妈就觉得好开心 她妈妈以为那个当然是神医 谁知道西医的医生说 其实她不是神医人都可以做到的 其实真的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些 不过是小规模的 不是太规模的 不是太规模的 真的小小 那次你也在地露 如果大家在坊间都认识 那个Reiki Reiki其实也很久历史了 我记得有一本书叫 Therapeutic Touch 那个作者是一位护士学校的一位教授 他曾经做一个实验 他们有一个治疗中心 就在一个滑雪场下边 所以经常遇到很多人滑雪受伤 他们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这位护士教授就叫那些护士 做一个研究 一部分病人 他叫护士就经常是跟他们捉摸 他们的 掃一下他 拍一下他 就是经常有身体的接触 另外一批病人 他叫护士就不要碰他们的 总之你要给他吃 照顾碰碰都好 但你不需要刻意跟他接触 不要那么多touching 他结果发现 病人不断被人接受捉摸 或者touch的 那些人就会耗得快一点 所以这本书 其实都很久以前我看过 Eric Pearl 本身是一位脊骨神经科医生 他在LA行医了12年 他自己都是无意之间的病人和他说 他突然间说 其实为什么你碰到我 你没有碰我 但我好像觉得被你碰到的 Eric Pearl 他才发现原来他真的有这样的力量 他都是无意之间的 他不是什么练功 有个练功 练气功 他不是这样的 结果在那片段里面 你看到他在小朋友 离开身 大概半尺位 他就用他的手 慢慢地帮他来扫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很多病人之所以病 是因为他的身体的磁场 或者能量罩 是搞乱了的 那么他就用他的手 移动 就将他重新 组合 他叫做 Reconnective Therapy 是的 那么 Dr Pearl 你可以说 在全世界 他将这个方法 是教导很多人 教了六万人 整六万人 那么多 这次他第一次来香港 这次第一次来香港 所以大家要和他 在六月份的conference 就是我们会议 他先去大学那里 先去六方酒店 先去六方酒店 将我们的conference 六月六号 六月七号 然后六月八号 他就会有一整日的 一个示范 是的 其实大家不要以为 这些好像很新穎的 因为我们譬如 中国人 对于中医 什么十二经络 其实都有少少认识 为什么中医 就这样打密 就知道 你里面的经络 哪里闭塞了 哪里不得平衡 那你闭塞了 那些你要通 他就自然什么事都没有了 因为他们是看 一个身体 是一个系统 就不是每一个部分零件 那他要整个系统 通了 譬如那些什么五行 哪个引起哪个的病 那通了 就自然无事 那譬如这个 Eric Pearl 这个医生 他主要就是 就是看外面的气 那个 就是会不会有些塞了 那他通了 也是无事 同时我也想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讲 Energy Healing 那样 真的不是说 只是说 噢没有了 好 那我们先休息四分钟 那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继续我们今晚的讲题 就是意识的力量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ealing.com.h 那我们回来继续今晚我们的讲题 就是意识的力量 那我们的嘉宾除了Alice Chan 还有Violet Lee 那这两位在这方面都研究了很多很多议员 那其实我们中国人可以这么说 对念力啊意识啊这些 其实都不是那么陌生的 因为始终我们都经常说气功啊气功 可以说某个程度上 气功是一个中国的 一个大的传统来的 那气功和我们现在所讲的 那个意识那方面呢 其实有些什么具体 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 是的 特意 我觉得呢 就是在中国传统 即是说 Energy Healing 它就马上联想到是气功了 气功了 是的 挺有趣 那其实呢 我就是说 这个Energy Healing 就是我们现在这堆conference 搞的那些 讲的课题 其实和气功的确是有些不同 因为气功 它一般来说呢 是注重气流 Energy 怎样流 怎样flow 那些气怎么走 那样由气来医 就是通我们的气脈 来医我们的身体 那这个当然有它的 它的根据 医学根据都有的 是 那我们现在 讲这个 Mind Potential 这个 consciousness Healing Energy Healing 其实包含了 一个 intention 一个我们的思维 状况在这里 那除了这个气 这个energy flow 还要 其实呢 是一个很 很大的因素 就是我们的 information 资讯 资讯 其实一个资讯 是的 这个intention 就 譬如 Energy Healer 他一定要保持一个 他想令你好 这样的intention 来和你做这个 这个治疗 就是一个善逢的动机 先是想你好 有一本书 Adam出了最近 有一本新书 叫做intention heal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 用我们的intention 我们的念力 可以改变了一些东西 原来我们在 quantum physics 这个量展范围内 所有的东西 我们知道 当时初中都有学 所有东西 就是一些 vibrations frequency wave flame 就是全部 最小的 subatomic level 就是一些particles 那些 energy vibrations 如果你想想 所有东西 原来在我们周围的空间 都可以很快 就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 打IDD 用个mobile 打IDD 即刻可以 由香港 打到加拿大 是差不多 simultaneous 那些你又说 科技又信 但是 其实 比如气功 气功 或者 intention 都是一闪 就可以去到很远 因为 quantum physics 是没有时间性的关系 就是 就是 energy healing 比如说 气功 它要运气 是吧 它要做这样的动作 那你说energy healing 其实它是真的 纯粹用了一个mind 它是立刻可以达到一个目的 为什么呢 就因为 其实 就是 我们的病 病 或者我们的不舒适 都是一个信息 都是information 那它用一个好的information 来replace 就是 replace 你 那 为什么呢 可以立刻 spontaneously 立刻 好 那 这个 是有这样的 不同的状况 我记得 在片段里面 另外一位 科学家 Mary Lynn Schlees 她很有趣 原来她说 她小时候 有一次遇到电单车意外 她就伤得很厉害 在她当时受伤的时候 她就出现了 所谓的灵魂出竅 这个经验 她觉得自己 离开了自己身体 跟着 就看到自己受伤 在这个很特殊的经验 她开始 令她了解到 我们身体有所谓的灵魂 她在想 究竟意识是在身体里面 还是在外面 还是在外面 她一路研究 现在就做了 Institute of Novatic Science 的CEO 以及主席 她一直研究 这方面 是 她这方面 很资深 她出了一本书 叫做 Consciousness and Healing 根据她们的中心 那些资料 她会研究一下 我们叫做 Remote Viewing 即是 怎么说 Remote Viewing 你可以 可以 靈魂出竅 去某个地方 去看到 那些东西 远距离的 视力 能力 也可以用 意念 Mind Over Method 以及远距离的治疗 我记得 Alice 上次我跟你谈过 你都说 听到有些人 可以用念力 将一枝叉的匙羹 扭弯她 我认识 我认识 有一个 我认识 有一个病人 小朋友 我认识的时候 很小 但最后 她妈妈就跟我说 原来她的儿子 在图书馆 借了一本书 这本书 你教她 如何用意念 来移动 去扭弯的匙羹 其实你上次 在餐厅 看到那个弯的叉 是我扭的 是我扭的 其实都可以 Alice Alice 因为原来人都可以 我想大家都有听过故事 就是说 一个妈妈 看到自己的儿子 就来被车车到 她的潜意识 是大到 觉得 不论困难 都要把车推开 就是说 车这么大 这么重 都可以 那就是潜意识 就是 你觉得 你是相信自己 可以 那样东西 譬如我上次 纯粹是做一个 示范 你都知道 很小力 你都知道 不过可能 那些男人 一定不够他 带力 那些人问我 怎样 我以为 有什么秘密 其实没有秘密 只不过我那时候 就觉得 这个叉就好像 一个棉花 就是一个海绵 那么软 只要我觉得 它是那么软 那我慢慢用 那个音力 它就会慢慢咬到 但是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你是做到 你不可以用头力 用音 原来很多人都可以 是很多人都可以 那天我看到你 张一个 那个叉 那个叉 不是很幼的叉 是圆柱体 是 你都可以的 你都可以的 我记得 当这个病人的妈妈 告诉我 我真的从来没见过 我真的很希望 叫她的儿子 带来示范 我会录影她 但很可惜 她妈妈说 她以前小时候 做这件事 其实花了很多精神 她不想 她的儿子 花了时间练 这件事 已经叫她停止了 所以她已经没有再 现在Alice说 其实不用这么辛苦 其实是不辛苦的 你有见过那些人 赤大脚在那儿踩火炭 没有事 其实她相信自己没有事 那就可以了 真的 我亦都认识了一些朋友 真的做过 去做这些workshop 里面 是经验过 那 在那一出戏 那里 Dr. Chilis 她自己的经验 就是说她伤得很厉害 那她自己 就差不多 睡床 因为她脚断得很 很浇灌 那些 六十多針 要连到六十多針 那她 就用她自己 念力 就是叫她身体 康复得快 康复康复 那她就很快 就完全康复得回来 那我相信这个经验 是导致她 将其后 她在这方面 研究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在电影里面 亦都介绍另外一位 骨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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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英国 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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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欢有十分仔 但是 他就因为 他的学业关系 那就 就 进了医学院 完成了骨科医生 之后 就出来行医了 但是 她 亦都在 那个 就是 那个 婚姻那方面 亦都有一些不愿意的事 那她就 就是 因为离婚 那样 自己独自 生活 那没多久 她发现 她就生了一个 好像一个老柳 是吧 令到她 就是不可以有十分仔 那她当时 都很奇怪 就是我有那么喜欢 有十分仔的人 她说 意识很喜欢有十分仔 是的 但是 原来 生了个老柳 那个老柳 是令到她没有十分仔 没错 那 她怎么发现 她发现 其实她 潜意识不想有十分仔 因为 原来 她小时候 有些 父母又不是那么好 她有个恐惧症 就是 不想危害下一代 她后来发现 原来 她 一向 小时候 有个这样的潜意识 但是 原来大了 她很想有十分仔 就是这么大了 她很想有十分仔 谁知道 她就生了个老柳 是令到她不育的 是的 是的 那她结果是怎样的 结果 她结果去图书馆 找资料 她自己研究 她研究 为什么 她就觉得很恨真 这个老柳 实在太可恨真 她常常想去 剷除这个老柳 但是她发现 越是想 她这个老柳 离开 她的病情 就越来越严重 然后她突然间有一天 就说 为什么 这个老柳 是我的身体一部分 为什么我要这么恨她 如果我恨她 那自己的病 怎会好呢 她觉得这个 信念是错的 那她马上就改变自己的想法 她就接受这个老柳 就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那她就不会再去讨厌她 不会再去讨厌她 之前她就开始接受她 跟她聊天 跟她共存 即是她会接受她 对 接受这个老柳 就不发脾气 嗯 那就继续做自己的研究 那结果呢 奇迹就出现了 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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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迹出现了 就发觉她的医生发觉 哇 为什么这个老柳突然间没有了 好像过了 不知道三至六个月 那么她觉得 哇 很神奇 那个医生说 我当然是判错症了 之前 那这个女医生 就知道一定不是了 因为 那个老柳在她的脑上 那么久 她浪费了很多时间 去找资料去医 那原来发觉 原来当你的念力一串 完全没有了那些 愤怒 没有了一些 负面的 心理因素 健康是自然 会好 嗯 那很多时候 即我们遇到 这些 这样的 能量 我们都不知是哪种 哪种形式 有时候我们会 在这种 电磁场 那就是我们 始终我们的 有限的 测量工具 我们可以测到 电磁场 但是 另外一种 能量波 其实我们是没有仪器的 所以 在那个片段里面 我们看到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那就是 将一对夫妇 一个是有癌症病人 那就是 分开它 在一个密室 这个密室 全部是 用一些 金属的 物质 将它 隔掉那些电磁场 什么 没有可能有电磁场 不过 穿进去 他只不过 在一个 电磁场上 看到对方 两个是分开 一个是在房间里面 一个是在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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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 是的 那他实现 就叫他 放他的意念 爱的信息 爱的信息 就给他老公 是的 他们就用 那个 心电图 和 腦电波 来看他的反应 是的 他发现 有 很明显的 原来 你的另一半 在房间 外面 密室外面 放一些爱的信息 给你 你是会接收到的 你的 心电图 你的潜意识 是接收到的 是的 而这个 不是一个 磁场波 也不是一个电磁 也不是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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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超越时空 他那个医生说 那个密室 是直接打电话 都打不到 因为封密座 是的 是的 很明显的 我们在说的是 另一种的 能量 也不是我们 目前科学领域 所认识 他在说 我们其实是 有个 feel 可以 去输送 一些信息 嗯 好了 这个信息在哪里 在我记忆中 那个片段 也有一个研究 将老鼠的脑 一路这样切 它 到底说 我们有记忆 记忆是否脑是哪一部分呢 那些研究 就想企图了解 我们的记忆是 储存 脑是哪个位置 它将老鼠的脑 一路这样 先认识它 叫它走一些迷阵 做一些某类的动作 然后把脑 一路一路的切走 切走 切走 切了一部分 那之后 老鼠仍然可以继续走 继续懂得走 虽然它可能 拐拐一下 拜拜一下 走都没有那么唱顺 但它仍然是 深刻有记忆的 它记忆得到 当时学过 如何走迷阵 一路这样切切切 切到差不多 老鼠仍然可以继续走 那他们的解释 原来意识 未必是在身体里面 可能是在外面 他也举了一个例 解释 为什么 譬如 两个地方不同的人 他们所创作的东西 譬如有些图词 或者有些发明 是那么相似 但他们两个 譬如以前 几千年前 那些人是不会有 任何的接触 两地相隔 但为什么 同一个时代 差不多那些人 就会发明了 差不多类似的东西 那现在科学家 解释就是说 因为那个field 有个hologram 是 寻藏了所有的 讯息所有的information 如果譬如 有些人 为什么有些人 说要做静坐 meditation 稍微好像 当你的 mind 你的意识 是静下来的时候 你就好像 connect 到这个field 就会好些 为什么有些人 不停 有新发明 新的idea 我们可不可以 在想 好像internet 那样 是的 没有快窝 究竟是什么呢 internet 是一个feel 即是一个宇宙的 宇宙场 很难这么说 所以我们人类的 所谓的意识 全部都在那里 结合 一个大的network 其实在结合 有些人是有能力 不断在 这个宇宙的智慧场 那里吸取信息 有些人 不懂 又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做 不知道可以这样做 其实相信 每个人都有 只不过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就灌输了很多logic 很多东西 塞住 或者同一时间 要做十几样东西 根本你的脑 已经充塞了其他东西 完全是没有位 去接收这些信息 同时是不察觉 没错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 比如瑜伽 或者是道教 很多人 佛教都有 正坐 或者是打坐 其实就好像一杯 很污足 泥 有泥的水 当你静下来的时候 那些不需要的沉淀物 就坠在底 那些杯水 都变得很清澈 你便接收得好些 很清澈 我访问过一些很成功的生意人 或者是一些泛民家 不要说泛民家 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你小孩子读书 你越是叫他读 他越是读不入腦 他读不入腦 他读不住 读不住 但是你叫他睡一会儿 再起身 他好像什么都通了 很多灵感 没错 有些人他说 其实他们所谓 生意的idea 或者是什么灵感 就是他在冲凉 探烟仔 喝杯咖啡 很relax 什么都不想 就突然之间有灵感 那灵感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他身体里面出来的 或者在发梦的时候 是的 在发梦的时候 我们已经静下了一个状态 是的 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conscious和subconscious之间 我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就是通常 早上睡醒的时候 我很多的意念 灵感 就是那时候涌现出来的 我通常立刻起床 电脑就整理好 其实在这样的层面下 我们有很多时候 会发挥到 我们可以截得通一点 我相信大家有机会去看过 就是《100只猫猫》的故事 大家有没有听过 《100只猫猫》的故事 就是说 在一个南太平洋 在那些岛屿那里 就发现有些猫猫 突然之间 有些猫猫 就学会了 如何去开椰子 他可能试过不同的方法 最后他发现 他只需要 把椰子 把椰子 放在石头上 可以打开 虽然这些猫猫 在不同的 所谓的 赌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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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分开了 但很有趣 当一个猫猫 懂得如何做之后 很快 其他赌的猫猫 就好像 立刻学得到 所以这个叫做 一百个猫 有一个科学家 有一个科学家 就说 这一个就是 魔肥的感觉 魔肥的感觉 当一个人学了 同类 他就学得快些 因为 他已经储存了 一些信息 在这个感觉 已经有这样的信息 其他人 当他可以 接触到这个信息 他好像 比起第一个学 就是快很多 他发现 好像在英国 也有一个 现象 发现 有些猫猫 就学懂得如何 去开牛奶瓶 很漂亮 突然之间 很多猫猫都会 认识 可以说 这个信息 就放在磁场 那里 魔肥的感觉 其实那本书 你不认识 那本书 都是用这个 魔肥的感觉 多多于我们 或者说一下 好了 你经常说 这些是 有些人有这样的感觉 有没有一些很具体的 很客观的方法 其实大家 如果听过 Dr. Emoto 他那些 水的故事 其实他是一位 研究自然医疗的人 他本身也是一个生意人 但他有一次 很无意之间 在实验室 发现 在一个急凍的状态之下 水会出现不同的结晶体 那他最后 他发现 原来 那些干净的水 質素好的水 他既精叹是六角形的 反而有些 污染的水 或者有 烤烈的水 没有了 这个六角形 这个就是 初初他看到 但最后他发现 原来 水的六角形 是可以用我们的意念 去产生的 即是说 如果水是给他听 一些好的音乐 配多分的古典音乐 那他就会呈现 这个六角形的水形出现 如果你给他听 那些很吵吵 那些 所谓的 rock 那些 rock music 他可能做出来 那个六角形就消失了 还有他用过很多种方法 譬如 如果你和杯水讲粗口 大家以为 讲粗口 没理由 因为你讲粗口的时候 你的脑的意念 就已经是一个粗口 那一杯水 就不会变成水晶 是的 那其实 我觉得 这个日本科学家 他最大 就是想着 就是那个 implication 最大 就是说 原来我们的 念力 mind 那个 说话的 words 和我们的行动 是影响到 不单止自己的身体 和影响到周围人 和整个environment 那些水 因为我们有 70%就是水 地球又有70% 又是水 嗯 所以我们今次 特行 就邀请了 这个 日本这个 Masuru Emoto 就来和我们 讲解 关于这个 我们的 consciousness 和这个 environment 的 连观性 Interior relatedness Emoto 其实这方面的资料很多 有中文书 和翻译做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如果你把一张纸 写一些病的名字 譬如沙士 你可以写英文 可以写日文 可以写什么文 都不要紧 黏在水上 一段时间 水就会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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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科学家 就觉得 其实可能有很多种因素 但是 譬如你说 基督教 有些聖水 耶稣 或者是 佛教 很多 很多人都是用念力 去改变水的频率 去医病 而这个 Dr.Emoto 它也有一部机器 因为每一种病 都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 signature 的标记 就是一个 frequency 只要它用counter的 frequency 去令到 平衡 那种病 就不若而遇 那是多少号 好像是 6月14日 有一个workshop 就是专讨论 Healing power of water Header workshop 3号 就是 consciousness in water 有关的资料 大家可以参加 在这个网站 网站的名字叫什么 aboutconsciousness.net 一个字 A-B-O-U-T-C-O-N-S-C-I-O-U-S-N-E-S-S-dot-N-E-T 我们有个hotline 就是31050706 31050706 各位可以打电话去这个hotline查询 或者是做booking 刚才我们所介绍的科学家 其实很多位都会在6月那段时间 6月6日到8日 就会来香港 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成果 他们是第一次来亚洲和香港 很难得的 因为我每次都要给几万元票去听他们说话 所以真是很难得 很难得他这么多 这么qualify的人 这么多这方面的尖端的科学家 是的 还有是香港理工大学支持的 哦 好 OK 好了 那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 那就要在这里和大家 拜拜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